日經報導 每日兩國將在4月16號 共同合作簽署協議 確保半導體在內 戰略性電子零組件供應鏈穩定 工研院產業分析師 楊瑞玲分析 每日半導體同盟 將在電池 電動車 新世代半導體 綠能領域合作 同時拉開與競爭對手 中國的差距 每日同盟有望合力抗共 相反也成為臺灣集會 第三代半導體技術包括碳化系 淡化家都需要臺灣細機產業的製造實力 與太空科技 量子電腦是息息相關 其實還有另外一塊 或許也是美日這一次討論的一個重點 就是所謂的量子電腦 那先進製造來講 毕竟我們臺灣 還是最能夠把很多新興的半導體的 原件或者技術 落地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國家 所以我覺得其實在未來 半導體產業的長期發展 無論如何 美國跟日本一定還是會邀請臺灣 一起跟他們共同發展 臺灣必須積極爭取 加入美日之間同盟 對第三代半導體技術將有加成力道 如果能夠穩固腳步 屆時也能支援全球在太空領域 低軌道衛星發展 路透日前引述美國半導體行業協會 所發布的報告 其中 點名台積電為首的 臺灣晶圓代工產業的重要性 如果臺灣停止供應晶片一年 全球電子業營收將減少多達14兆新台幣 換言之地位幾乎難以取代 新台的電視省為同臺灣臺北報道